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 热力推荐 他很想到很多的酸甜苦辣 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上不容易的地方 跟他学习到 这一次呢 上次他得到他真的是 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很好的回响 他们真的很想要知道 吴文玲是怎么样唱歌的 能不能够教导大家一些people 来唱歌好听 这个很重要 因为大家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唱唱KTV 和哼歌如果好听的人真的是不一样 唱歌很很重要 就是第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肺活量 所以你要运动 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训练你唱歌的肌肉 这个肌肉在你摸你胃的地方 这个胃那边有一个横隔膜 唱歌不是用我们的喉咙吗 对但是问题是你唱歌你发声的地方需要有肌肉啊 不能够老是用喉咙来唱歌 这样子你的喉咙很容易受伤 会长茧 是 对 所以你回家可以做一些练习 就是你可以顶住你的胃的地方 然后发出嗖的这个声音 OK 嗖 然后你如果感觉到你的肚子呢 有用力的话 就是代表你的用力的位置是对的 那你唱歌都要用这里来用力 不能够用喉咙 OK 对 据说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要摸了肚子 是肚子嘛 对不对 肚子上面一点点 大概在胃的那个地方 OK 嗯 所以如果我这样发出嗖 下面完全没有动 没有动 然后现在这样嗖就是没有动 OK 没有动 就代表不对 你要想办法让他用力 或者是说 用力的时候是往外 往外 推出去 对往外推出去 可以示范一次这样子 对就是 嗖 OK 对 这样子就肚子就是往外就是 就是有用力 对 对 对 然后你可以做这个 然后第二个可以给大家一个 只要发一次 一次就知道说我发现位置对 哦不不不不不不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训练是差不多 呃 你可以维持一到两分钟 然后一秒呢就一下 就 你如果做完三分钟你会发现你肚子很酸哦 你会发现 那代表说你你用的肌肉群是对的 那其实我们唱歌完之后你你酸痛的地方应该会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在喉咙 在哪个地方 酸痛的地方 就是酸痛的地方应该是在肚子的这块腰这块肌肉 肚子跟腰 对 那如果你唱完歌之后你觉得你的喉咙很酸痛 那代表 就你这样继续唱去很容易受伤 OK 嗯 对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那个那个那个练习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做这个练习一直发 哦他可以让 腹部外推这个发出死的声音这个这个 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肌肉用力是对的 对 他可以让你的音呢就不容易飘走 有一些人很容易唱高音的时候就是音很容易就peach会不准 就是唱就飘走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常常练习你这块肌肉 你就很你就容易站在那个音上面很稳的唱那个音 是 对 OK 对 然后第二个你可以做的就是回家呢拿一张卫生纸 不用太大张就是一般的卫生纸 然后贴在墙壁上 然后对他吹气 但是你手手要离开就是你要想办法用你的气吹那张卫生纸 然后让那张卫生纸不会掉下来 然后你要计时看你能吹多久 嗯就是说那个那个我我吹然后看他能不能一直贴在这个墙壁 对 OK 那那呃大概多久是标准呢 其实如果你第一次做的话五六秒的话其实已经不错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五六秒呢就代表你有慢慢抓抓到就是你有这个feel 对 但是 有这个肺活量 对 但是如果接下来你可以一直做下去的话 如果你可以超过五十秒到一分钟的话 是非常的厉害的 哇哦 嗯 你说五秒钟就不错了 对 那我要做到能够超过一分钟 没错 这个是可以练习的 就你当你开始练习你会发现真的有用 而且你要要求自己就是一次比一次更久 嗯 嗯 嗯 对 那有些人是第一次五六秒可是他第二天他在吹的时候他就可以变成十几秒 OK 嗯 对 那这个是一定要搭配运动就是你不可能只靠你不可能只靠吹卫生纸就达到吹一分钟的效果 你一定要去运动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气会慢慢的越来越长 那练习这个的目的就是说有一些有些你在唱歌里面的那个句子啊很长 可是你怎么样让你的气平均的分配在每一个字上面 然后很很完美很漂亮的把这句歌词给唱完 嗯 一口气唱完 是是是是 对 哇这个这个这个听起来就好困难 这个做这个做了这个练习发现说好像这为什么那个卫生纸一直掉下来 也会激励我们去运动嘛 对对对对 就是我肺活量太差了 对 我不敢做这个练习 我如果能够做的话我想那个卫生纸可以粘在上面一个小时 哈哈 我我我应该有这个信心 真的 因为我在背后给他贴双面胶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呃 这个就是你刚刚说说呃运动 对 然后做这个腹部肌肉的这个练习 OK 然后再做这个肺活量的练习 对 OK 还有吗 还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方式来开始改变 因为其实很多会会唱歌的人他们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就当我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我也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样唱歌才不会呃喉咙坏掉 嗯 嗯 因为因为很多会会唱歌的人他们很喜欢一只唱一只唱一只唱那可能就会哑掉 这样子很容易就哑掉 所以呃有几个小方小方法提供大家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你你日常当中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就要常常用温柔的声音讲话 你不能够常常大吼大叫 嗯 因为像会唱歌的人很多人大部分是个性很嗨很容易自嗨像我也是很容易自嗨的人 对 可是我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啊我们一起出去玩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对那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对你的喉咙是不好的嗯 应该要常常用很温柔的语气就是很轻松你讲话还没有负担的方式来讲话嗯 嗯 因为其实我的我的歌唱老师告诉我说他说呃你唱歌很容易呀或者你的声音很容易呀呢 比较主要是跟你说话的方式有关系不不是不是跟你唱歌因为你不是二十四小时在唱歌 可是你常常在讲话哦 嗯所以你应该要从你的说话的方式开始改变就是常常用温柔的语调来讲话嗯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讲悄悄话嗯很多人喉咙长茧开完刀之后 医生要他们近身然后他们就开始讲悄悄话就说我告诉你这样其实这个是很伤喉咙的做法 就是我们这样说我告诉你哦你不要告诉别人对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一种说话方式 对他其实是很伤你的身带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你不要常常的轻喉咙 就是像我们常常咳嗽嗯哼这样子也不也不要嗯那如果你没有谈怎么办呢 那有有谈的话就是你可以喝水是对多喝水嗯对哦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讲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像我的声音也是经常沙哑嗯哈哈哈哈就好所以我我觉得我要开始学习温柔的说话方法对就是让你没有很没有很大的负担的讲话方式是是是是是这样子 嗯OK那这个这个啊你教我们这么多这个说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些因为好像保养喉咙是不是有一些要吃跟不能吃的东西 是的呃像我们的呃歌唱比赛之前就是如果你有一场表演你要上台之前呢其实是有很多东西不能吃的比如说像是瓜类很奇妙瓜类因为他是良性他是冷的所以不能吃那当然为什么呢 他是良性的他不能吃他会让你的喉咙锁喉是嗯然后还有很特别的一些东西譬如说高丽菜跟荷包蛋上台之前是不能吃的哦嗯因为他会让你打宝格你有没有发现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很容易打嗝如果你要上台做个表演那你唱一唱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唱唱很可能在台上会发生很窘的情况就是你在台上打了一个很大的宝格哈哈哈哈我真的从来没有注意过呃呃呃呃 他他他可能不会伤害你的喉咙但是如果针对你要上台表演嗯对然后还有呃胡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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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也是不能吃他会让你没有办法唱高音唱到你本来可以唱的高音是没有办法的哇哦嗯然后牛肉也不可以吃牛肉哈哈哈哈哈哈哇牛肉的我这已经下定决心我绝对不不不不不找歌唱事业了哈哈哈哈太多不能吃的东西了这是上台之前平常你可以享受OKOK牛肉也是一样它的纤维质也会 一定会让你没有办法唱高音哈哈哈哈哈嗯嗯对那当然 乳制品啊冰的啊也不乳制品又不能吃了为什么呢乳制品因为它有痰啊哦他会有痰对的这是真实的对对对对豆浆啊对对对对这种有痰的感觉对对对对对那冰块是人家就是有研究就是在室温呢16度以下我们的身代就会自然而然地缩起来了就是就是16度哇对其实根本不呃冰块不能吃冰 冰淇淋那些饮料 冰的饮料都不适合 对对 那我个人我平常是 我以前超级爱吃冰 而且我爱磕冰块 就是咔嚓咔嚓这样子 很喜欢吃冰块 可是当我发现就是说 我想要一辈子唱歌的时候 我就立刻戒掉了 吃冰的习惯 我现在热天我也是 早上喝热奶茶 哇 这个牺牲太大了 我还是戒掉歌唱失业 所以不能吃冰 上台前不可以吃牛肉蛋 高丽菜 高丽菜 我觉得你那个便当 大概都吃白饭了吧 瓜类也不能吃 乳制品不能吃 还有什么 后来我就问我的歌唱老师说 那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可以吃好了 我听说辣也不能吃对不对 辣的话就是因人而异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从小在四川那边长大的小孩呢 好像就没有差别 你一定要吃辣才会开赏 那你就吃辣 可是对 有人是相反的吃辣开赏 那你就吃辣 这是这是没有关系 可是有一些人是 你吃辣反而会让你锁猴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你不要吃辣 像我本身是完全不吃辣的 吃辣 还有听说 茶 茶当然也不能 茶也不行 茶咖啡那些饮料都不行 其实最好就是喝水 茶咖啡不行 然后 不过你好像也喝饮料 我喝 我很爱喝饮料 我很爱喝饮料 茶咖啡不行 但是上台之前不要喝 不可以不可以 嗯 不过平常平常也是对我们喉咙也是不好 对不对 对啊 茶咖啡 刺激性 好像听说 巧克力也不行 对因为那也是甜的糖 它是甜的 而且它里面也有牛奶 也有乳制品在里面 糖为什么不行呢 糖也不行 糖也不行 因为糖也容易让你里面就是有糖啊 糖也不行 巧克力也不行 嗯 然后听说花生也不行 花生这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我有听过一个声乐家告诉说 花生也不好 花生也不好 我觉得大概 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不能 就是说 对啊 我就问我的 我就问我的歌唱老师说 那到底什么可以吃 然后他就说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上来这些人都不要吃什么东西 就是喝水 哎呀 这个好辛苦 真的好辛苦 对啊 嗯 但是 呃 我的老师倒是有介绍我 就是说 平常可以喝一种东西来 保养你的喉咙 这个东西叫黑木耳汁 黑木耳汁 嗯 现在在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得到 嗯 我们不会去注意那个东西 我比赛的时候我都会喝 黑木耳汁 我们黑木耳汁是从来不会去注意 对 我们可能会注意可口可乐 对 或者是奶茶什么的 嗯 对 黑木耳汁 好 好 如果说真的 呃 想要走歌唱事业的话 赶快去把你那个便利商店的黑木耳汁讲给我一空 对 哇 我我我有一次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说为什么 对身体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呢 对啊 好 为什么 为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对身体不好呢 嗯 对不是只有对歌唱哦 对皮肤 对过敏 对很多东西 嗯 不能吃的都是很好吃很好吃的 嗯 他说什么东西最好的呢 就是什么木素牙啦 嗯 哈哈 花椰菜啊 对 这是对你最好的 对 好像不觉得他们特别好吃 完全不觉得 哈哈哈哈 听了这么多 哇 你告诉我们说要怎么做 你 你教导我们要运动 嗯 也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喉咙 不要说悄悄话 嗯 用温柔的语气说话 然后呢 不可以清喉咙 对不要清喉咙 要吃什么 不要吃什么 嗯 啊我真的我觉得最后我我真的代替啊听众朋友来请求 我就说能不能够好我们来空中我们来听一下你清唱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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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呃聆听一下 虽然这个地方也没有音乐也没有咖喇呆 我能不能够唱一首歌你很喜欢的一首歌 好然后唱一句让我们来听看看 好那那我就唱这 我在歌唱比赛里面 然后 又唱了一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呢也是我很喜欢诗歌 然后它叫做 当传言仰望耶稣 当传言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次容 在救出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是必然现为虚空 哇 太沉醉太好了 谢谢 哇谢谢你谢谢你 哇真的是很好听那首歌 我觉得讲那么多 怎么样保养喉咙 怎么样唱歌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赶快来 梦想自家的歌唱 来跟你报名 学习是比较快的 欢迎你来 欢迎你来 OK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听文玲的分享